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改良版的苏伊黄瓜 今天我们所有的材料比较复杂一些 首先我们有黄瓜 黄葛 还有木耳 花椒和干辣椒 糖 还有炸好的蒜油 在我的蒜蓉蒸生好的那一集 你找到怎么来炸这个蒜油 还有盐 还有芝麻 布和生抽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材料了 现在我先给大家处理一下 所以苏伊黄瓜的切法要像苏伊一样 所以这个名字才叫苏伊黄瓜 这样子切得深一些 然后但是不能切断 要小心切得均匀 而且要隐密一些 在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心急 一不留神就切断了 切完这一面以后 这时候我们要把它翻过来 你要看我们是这么斜刀切的 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个角度 然后这样子再切一下 当然也是深深的 小心 要不然会切断的 如果你切得不够深呢 一会拉开了以后呢 就不够好看 切好的所以黄瓜应该是这种形状 然后这样子的 然后比较均匀 这一步也很关键 我们要把盐撒上去 大概腌它半个小时 多撒一些盐 让所以黄瓜里边的水分出来 翻一翻 水分出来以后会变脆 让黄瓜先腌制半个小时 这时期间呢 我们要去起一个锅 汆烫一下黄瓜里 然后炸一下辣椒 我们把血消费 锅打开 把瓜里放进去 我觉得大概要泡个一分钟左右 泡好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在泡上的30秒左右 等汤凉一凉 把汤凉好的嘴唇捞出来 把火预热一下 把锅预热的热热的 这时候我们把芝麻倒进去 芝麻一定要炒凑 要不然会有生芝麻的味道 芝麻微黄的时候 这些颗粒开始饱满 开始膨胀的时候 说明它就已经好了 微黄 这时候我们就帅出锅 我们就用这一支锅 接着呢 我们再放些油进去 这是麻椒 它的味道会比较浓一些 这时候呢要关锅 这个麻椒会比辣椒成熟的要晚一些 把辣椒放进去 辣椒的量因人而异 不喜欢辣椒多烫一点 喜欢辣椒少放一些 辣椒又干花椒也做完了 我们把汤烫好的蛤蜊肉 放到原汤里再精心清洗一下 这样也利于把它里面的泥沙 都清洗了彻底一些 又不失去它原来的鲜味 如果我们用清水洗 它很容易流失很多蛤蜊的味道 然后一个一会儿可以放在黄瓜上的汁 首先我们要放糖 再把醋加进来 再来一点点酸抽 然后放点蒜油 多放一些 把这个汁均匀的调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放在旁边备用 观察一下我们的梭伊黄瓜 已经全都是水 这时呢水分我们要倒掉 我们还需要用清水稍微洗一下它 把它里面的咸味给它洗一下 然后我们用手钻干它 把它摆在盘子里面 摆放好呢 我们要用剪刀把它剪开 所以我们就隔大概几厘米截一段 再挑些泡好的沫 摆在黄瓜上面 把我们准备好的蛤蜊 依次地放在黄瓜上面 把它摆放在上面 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浇汁了 刚才我们准备的汁要浇在上面 之后呢我们要把刚才非常非常香的一个 辣椒油跟花椒油也放在上面 炒好的芝麻放在上面 炒好的芝麻放在上面 直到碎于黄瓜 我就为大家制作完成了 很深度的行为 我们不断称我 再看看这个摄影 和您的权子 要缘 你很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